那我们给大家今天咱们整个节目当中带来的第一个这个体制内的这么一个情报 就是关于中共现在推行的这个军民一体化的 准确的来说就是为了加快全社会的军民一体化的应急应战管理体系建设 那征求意见稿就现在整个征求意见稿已经下发 通过了以后全全这个全国实施 那实际上也就是军民一体化你要在全国范围里实施 那也就是你让包括银行包括企事业单位更别说国企了 甚至大稍微大一点的私营企业你都要组成这样的一个 这这么一个部门也就到时候你真的发生战争对外战争 或者是内部的这个动乱的时候 那这些组织这些国这个企业或者这些部门事业单位 都得要把这些这个队伍拉出来 拉出来对付谁啊 一个是对付老百姓 第二个就对付外敌了 如果中国不作为的话美国一定会作为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形式 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说以炒旧的 就我们很多要有耐心 就是美国参与或者说联合西方民主国家 真正对中共开始彻底的这个这个脱钩 或者说这个联盟开始这个这个消灭灭共的话 还没那么快 所以大家有这个要有耐心 你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上次小律商有讲到 就是美国现在计划要对中国征收关税 大家可能看到了有很震惊 但实际上可以跟告诉大家 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有情报 实际上他征税的范围是很小的 只涉及到整个这个中美之间的5%的产品 而且很多的这个征税并不是马上征收 而且可能是未来是一两年以后才会征收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实际效果并没那么大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绥靖政策还在继续 这个法塔赫跟这个哈马斯 我如果会小飞向 我说中共把他们俩召集到北京时 是想让两方合作和谈 造成中东的和平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 对怎么也不可能对吧 因为中共希望中东乱 对 而不是希望他就和平 第二个 现在哈马斯在加沙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几乎快要把以色列给消灭光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把他把哈马斯和法塔赫聚在一起和谈和解 你想干什么 你是保护哈马斯吗 对不对 你是这样你在保护哈马斯吗 希望通过中东的乱 然后让钱可以去 去这个北京去中共 然后还有一些资源 当然是 另外一个还跟大家讲 比如说 现在大家知道南海的乐点 美日飞联合演习 然后又签署联盟 那现在中共想要利用这个中东的乱 然后美国有求于中共 所以他想利用这一点 然后让美方在 或者美日飞在南海问题上浪步 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 一个背景 就是你 我们上期讲过来 这伊朗和以色列交战 就之前都是伊朗几百枚这个导弹 又是无人机袭击了这个 以色列 然后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了 对吧 然后以色列又反击了这个伊朗 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整个中东的这个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就是中这个伊朗在中跟这个以色列这次这个互相攻击当中的挫败 这一次的挫败 因为他们都被直接拦截掉了 就这一个伊朗的这个挫败 整个动摇了中东对中共提出的向东看的动摇 然后同时也是整个这个影响了呃这个中东对CCP的依赖 以仗就是降低了 因为大家看到实际上你的能力 你的这个武器水平 你的防御能力各方面你是不行的 还有包括你的攻击能力 习现在要要求军委 要求中东的军委 加快落实像这些友好国家出口军事设备 就是把一个更新的一些设备更好的设备给给赶紧出口出去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像中东的一些国家 像这个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枪炮这些器械炸弹无人机和导弹 就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然后涉及的国家有可能就目前第一批涉及的国家 有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古巴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就这一批国家 当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邪恶国家 它互相之间可以去去去扭转这些武器嘛 所以第一批目前我们知道 像也门大家知道这个胡扇武装是吧 就是这些这些新的一批军事物质会会很快就会 呃这个这个出口出去 那这里面大家熟知的像红旗的红旗导弹 舰10到舰10100的这红旗导弹 还有这个飞弩的飞弩的这个FN6跟FN16 这是什么呢 这是便携式的这个防空导弹 对这种它是不同的功能的 还有个运三呃这个运运输机 它属于叫叫运三的运输机 还有一个就是飞鸿901的无能机 这些都是你看不管是哈马斯还是这个呃 俄罗斯乌克兰这个都是需要用的 还有包括你像胡扇武装 他们都都都都现在都在用这个无能机 所以说习现在就是加快加大力度 出口更多的这些武器 一个是挣钱挣爱会第二个是 可以让更多的他的这些盟友当中 因为有更多的武器攻击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你觉得习会想让中东和平吗 嗯 根本不可能的是吧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大家看不到的这个情报 呃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他在这个呃 目前正在就中共啊中共内部正在起草 呃或者设计如何放大习访欧的这个这个影响力 成果和重大影响力 第二个就是他会跟习会跟马克龙就是法国总统 呃到时候会发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是有关于俄欧战争的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两个都是非常亲共的 嗯 所以为什么他选择了去访问这两个国家 中共在匈牙利的司法就可以直接干预 差一点把我们一个匈牙利战友的父亲给遣返了 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对就可以做了这匈牙利可是欧盟成员之一啊 那我今天今天给大家一个再来带一个爆料呢 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叫欧尔班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总理实际上非常亲共 他在中国的上海有很多的资产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他女儿直接到了上海是打理这个 他在上海的这个资产 那现在目前像他的女儿在西班牙利呢 是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包括他的女婿也是最最富有的人之一 跟中共的这个关联 中共的这个给他财富这个 这个非常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整个欧盟会对这个会对中国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一个中资港资的很多的听说有十几个企业要进行制裁 那匈牙利马上就跟中共发信息问了 说在这个需要不需要我出面帮忙阻止这个制裁 还有个就是习去匈牙利访问 这个就我们了解 呃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叫扎雷斯基 嗯 希望能跟他在匈牙利见面 哦 对 目前提出来了 但是习现在还没有回复 没有答复 那如果说呃 习不同意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个 中国乌克兰俄乌的这个特使 叫李辉 到时候会跟这个乌克兰的大使会见面 嗯 好 这个所罗门青草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很 战友们也很少关注嗯 华人也很少关注 但实际上他对西方对中共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重要性是很大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所罗门青草的地理位置 他是在太平洋太平洋了一个 对 他是相当于在这个第一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美日啊等等这个第一岛链之外 嗯 所以说中共希望能在第一岛链之外 能有一个点 去去去落脚 那所罗门青草第二个有特别的 大家如果记得跟台湾有关 所罗门青草是中共用金强外交 把说从台湾的邦交国给拉过来 那我跟要跟大家讲的 所罗门青草我们也有一个 这个体制内给我们的一个情报 呃跟大家去分享 是什么呢 是所罗门县论的总理 他给中共发了信息 给中共发了信息是什么呢 是他认为他能连论连选 嗯 但是极有可能所罗门会发生内乱 所以他希望中共能根据2022年签署安全协议 出轮出装备帮他维稳 这一次他在2022年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县论的总理 跟中共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 嗯 所以说他就会利用这个这一次的大选 让中共甚至出兵 到所罗门帮他去维稳 而所谓的他可能说说警察或者什么的 但实际上就是出军了 所以你就知道习跟他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了一个 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老鲁现在跟中共也在谈安全协议 或者说他们也所说的这个叫警务合作 但是这里边的合作当中呢 所有的比如说这个呃 培训呢 还有这个这个装备啊 呃 这些费用全部由中共承担 普京来他肯定不是在嘘航问的 首先这个是普京这个新的一次大选 过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出出访 第一个国家就选的是中国 对跟习见面 那肯定想到这个俄乌战争的背景 以及俄罗斯现在的窘境 是吧 这肯定是需要中共更大力的一个支持 呃 那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情报 呃 大家可以去 呃 积极的就分享 因为这个我相信 我希望我们整个西方国家也关注到这一点 普京这次去北京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求 中共协助推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安全架构 它的架构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欧亚人主导欧亚问题 这普京去北京要求中共推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安全架构 那它的核心是欧亚人主导欧亚问题 是欧亚人主导欧亚的荣山